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从追风少年到街舞天才 王一博是你心中最好的少年模样吗 7月15号这对街舞第三季播出第二期 讨论热度一时居高不下 相关话题一直挂在热搜可见节目之火包 话题讨论热度最高的当属是 王一博BATTLE节目中队长抢毛巾大赛 王一博凭借着团队和个人 共六场BATTLE强势出圈 圈粉无数 对音乐独特的见解 精巧的编舞 每个标准的舞蹈动作和精准的卡点 都让王一博散发的魅力无处安防 时时搜一下陆转粉的广场 几乎全是路人在感慨 王一博跳舞有多么的炸多么的帅 这种盛况还挺难得一见的 不光吃瓜路人 就连忙着成分扑浪的姐姐张萌也在追看节目 张萌发文表示 王一博跳舞把自己给看Cream了 从这种英文夹杂的表达方式当中 也能感受到她的激动之情 难怪粉丝纷纷调侃 姐姐下部系男主角不用发愁了 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 王一博真的如此优秀吗 节目中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的团队BATTLE中 王一博仅用5分钟就便排出了一段舞蹈 并且和队友配合默契 哪怕对街舞支持是一无所知的路人 也能够感受到她强大的气场 和行云流水的肢体动作 再搭配她又野又可爱的小表情 没理由不赢 业务能力果然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 更何况还有领导力 难怪有选手会觉得 王一博不是来带队的 更像是自己来参赛拿冠军的 在个人BATTLE当中 王一博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他展现了三种不同的舞种 不论是locking hiphop还是quim 王一博都是信手拈来 收放自如的 终于让人们明白了 什么叫做神的孩子在跳舞 不是动作标准 那就叫做跳得好的 懂得每个舞种的文化内核 是非常重要的 就拿quimper来举例吧 这是国内属于比较冷门的舞种 很少会看到男团idol来展示 以至于不了解的人 在看到王一博拉扯张一新的衣服的时候 会觉得他很不礼貌 其实这就是quimper经常会用到的舞蹈元素 比起其他的舞种 quimper 更讲究的是宣泄情绪 包括他砸膝盖 玩鞋子 也是常用的元素的 这些细节可以体现 王一博对于五种文化的了解 也是真的很会玩的 虽然最终battle没有赢 但是王一博炸场子 饮热意 是不可否认的 很多专业舞者 看完节目之后 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称赞他年轻 但是有实力 更有选手幸福可福的赞叹 谁说爱都不行 作为男团idol出身 王一博所在团体的UNIQ 出道即巅峰了 可惜后期没有能够得到 很好的发展 眼看团队跟解赛 没有什么区别了 国内也没有专业打歌舞台 转行去做演员的王一博 凭借着陈行令 大红大字 在娱乐圈当中 几乎没有人能够把 演员和idol的身份 和谐统一起来 但是王一博做到了 简单考古 王一博会发现 他并不像路人 印象当中的那般高冷 也不像众多艺人那样 给自己套上一个大框架 王一博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 但他身上会比较的明显的特质和标签 着实非常吸引人 勇敢自律 保持热爱 以及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这些标签被作为王一博的特点 在他几乎所有的商务广告当中 被反复歌颂 如果看过王一博的摩托车比赛 就能够发现 王一博的勇敢是一腔孤勇 比起勇敢 倒更像是撒野 坚韧而执着 仿佛永远都不会害怕失败和受伤 这份勇敢在接我的battle中 一样是有所体现的 拼就对了 别顾虑那么多 谁都有梦想 谁都有热爱 但这个世界上90%的人 没有不顾一切全力以赴的勇气 这样他的一腔孤勇 显得格外的令人动容 网络上面鸡汤和毒鸡汤对着干 逃离舒适圈和躲进舒适圈 都有各自的道理 但王一博从来都不找这些借口 或许在这个一根筋的男孩子来看 他的所作所为也是谈不上勇敢的 而只是他凭借着本能去做的事情 当所有人为了每步路愁愁豫 考虑再三的时候 王一博早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 有粉丝发现 给《这就是街舞3》打脸的DJ 正是在王一博12岁的时候 给他街舞启蒙的李玉龙 恍若时空穿梭般奇妙的相遇 追光的少年成为了别人的光 王一博的表现 让观众感受到他对街舞的热爱 这份热爱心无旁骛 纯粹而且珍贵 我笑了 然后笑着笑着 眼泪却不真济的流了下来 有实力的人永远都不会被埋没 希望他这份纯粹 不会被时间的洪流打磨殆尽 希望他永远赤诚如少年 吃瓜不宁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你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